Lun Sang 女友 歡迎收看發發64 沒有你不知道的趣事 我是雨萱 非常榮幸今天我們邀請了一個 來自中國武漢的主持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莎莎 雨萱 不知道妳有沒有聽過 兩年前有一位女明星 嫁給了小十二歲的小先生呢 怎麼可能沒聽過啊 那不是人魚公主鍾麗阿提嗎 對 讓我們一起歡迎鍾麗阿提 嗨 鍾麗阿提 可以為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紹嗎 嗨 我是阿提 不知道最近 妳有沒有就是 感覺有點圓潤呢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圓潤嘛 我覺得只是善博這個謠言 想不了了 其實我一直來都是 這麼好 難道妳看不出來嗎 難怪 我看妳氣色好像 比以前更好耶 想知道一下會不會是 什麼意思妳說我氣色比以前更好 對 妳是說 我的氣色以前不好嗎 當然不是 還是妳知道我是香港的那個美姐嗎 美姐中傳說中 那個最美的姐姐嗎 對 所以我現在說妳其實很好 對 是不是因為婚後的生活特別的幸福 所以妳的氣色會越來越好 妳指的是哪一個幸福啊 是那個幸福還是那個幸福啊 兩個幸福 當然啦 就小我十多歲的小鮮肉嘛 就是 不要講啊 這你們都知道啦 妳沒有試過嗎 小鮮肉 我們目前還沒有 可是可以去嘗試嘗試 我可以帶給我老公講一下 老公 其實 其實 我因為認識妳過後 我想要開始吃素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妳是我的菜 所以我要開始吃素了 對啊 不知道妳結婚了兩年了 現在有沒有生猴子的計畫呢 生猴子啊 我沒有想要生猴子 我比較想要生狗狗呢 我超喜歡狗狗的 我家就兩個五隻狗狗呢 很可愛喔 你們覺得人可以生狗嗎 可是老公啊 你的 哎呀 妳還是這樣 換話題了 那生寶寶有沒有興趣 生寶寶 對 還好吧 我覺得 我都已經是四十多歲啦 我都覺得 反正我看起來是二十多歲啦 但是 沒有啦 沒有想要生寶寶 但是之前聽聞啦 就是 妳已經有想要為這個 妳的這個 新的老公 做一個 新的一個策劃 就是想要生一個 孩子這樣子 是 還好啦 生孩子啦 我覺得這孩子很麻煩的 妳們不覺得麻煩嗎 妳們是媽媽了嗎 而且還不是 而且還不是 有三個女兒啦 對不對 然後其實生寶寶這個吧 要看這樣咯 也要看我老公的公益啦 就是 能不能生這樣子 嗯 但是 現在科技特別發達 妳有沒有想過 就是做試管一二啊 就是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講 妳是說 我不能生嗎 為什麼我要試管 這不是的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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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有 這種自然的療法 為什麼一定要 因為 為什麼要試管 就是看妳有沒有這樣 方便的興趣咯 不會啦 這種東西 妳們要 給妳們去用啦 我現在 不需要 我還很健康啦 那妳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 因為妳之前也是有生過孩子嘛 就是 關於生孩子的 被孕過程呢 這方面 可以分享一下嗎 其實很簡單 很不好生孩子 不痛嘛 就是 就是 嗯 就妳跟妳老公喔 就一起睡覺 Kiss一下 然後妳們就會懷孕了 就是這樣子 然後生的時候 嗯 我覺得 OK啊 不錯啊 殺孩子很簡單 原來是這樣 妳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 妳生完孩子是怎樣 讓妳有恢復這麼 嗯 這個其實是要看 要看人的啦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就是我覺得是要堅定的心 很重要咯 就要堅定的心 每一天我就是堅定 就是要吃屎盤子爬這樣子 堅定的話 然後就不要做運動 就可以這樣子了 好 非常感謝今天阿婷為我們的分享 謝謝 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 好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收看 8864 你好 我是Suzanne 梁素倩 你好 我是Alfer 鄭家豪 嗯 今天呢 我們非常的榮幸 邀請了一位來自美國的朋友 來到我們今天做坊 欸 大家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能夠邀請到一位美國朋友 來我們的中文節目呢 啊 我知道 肯定是她 通小中文 對 她是個通小中文的外國人 唉 說起這一點我就感到內疚呢 世界上有這麼多有人才啊 我 每一天在幹嘛我都不知道呢 好啦好啦 今天的重點不是你 我們還是把時間交回給我們的 Kennie Gigi 我叫Kennie Gigi 我叫Kennie Gigi 這位是我的經紀人 其實呢 我為什麼會請這個朋友上來呢 因為他其實是我這個Kennie Gigi的前身 Kennie Gigi 然後我是Kennie Gigi 嗯 OK 很好 就像觀眾朋友們知道的那樣呢 Kennie Gigi呢 是我們美國著名的 Saxophone演奏家 呀 你會吹嗎 會啊 不 呼 來 我們一起來吹 示範好了 來 示範 你喜歡這種話還是這種話 嗯 好 都喜歡 都喜歡 這樣我們一起來吹啦 其實今天是我的Kennie Gigi的生日 哦 這樣子真的是生日快樂 對 來 我們一起來吹一下你們示範家要怎樣吹那個 絕風琴 哦 就這樣 哇 有種花香的飄味 是不是吹 是不是很簡單呢 可是要吹 Saxophone 一定是很難的 欸 聽說 嗯 對的 Kennie Gigi呢 隔了三年以後再次回到大馬的舞台 他即將展開個人的演奏會 對對對 欸 什麼演奏會呢 嗯 就 什麼演奏會 就那種 你問我們吧 吹 Saxophone的演奏會嗎 對啊 Saxophone 我今天就覺得有這種 Saxophone 你只要講 你不能分開這樣就講 好啦 我們的朋友比較想知道 因為會讓觀眾 我沒有Saxophone 哎呦 這次你會想玩 我們觀眾朋友都是一些 青春可愛的朋友對不對 因為像我們美國的 你把這個節拍念慢的話 那個斷斷斷 斷錯地方就會變 Oh you know that 因為Because 好啦 就我們的觀眾朋友也很想知道 你們幾時會表演對不對 嗯 對對對 我據說我記得 今天是11月11日對嗎 你們兩個是 對啊 我們當然知道 11月11日 是什麼節 光棍節 像我這樣的單身漢 當然是一定會去參加 不但能夠找到另一半耶 唉 最討厭就是這些單身狗 你們以為我在這個11月11日 是為了光棍節 好啦 我覺得 No plan 然後說你的手術 可是你們可以來上我的 沒有關係 唱到我的主題曲吧 你的主題曲 好啦 我覺得觀眾朋友們 更想知道的就是 嗯 肯定自己 你在這30年內喔 可以這麼的輝煌 而且在創一個創少 曾經賣過7500張CD耶 7500萬CD 這麼輝煌的一個歷史 你是怎麼樣可以做到的呢 我只能做個小小的不抱怨 你能教教我們 給大家分享一下嗎 這樣講話很燒 其實賣這個唱片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啦 你們懂我還有另外一個行業 是賣Kenny Roger的嗎 哇 賣雞啊 這個才是厲害 都是用我的名字 Kenny 然後來做這個廣告 所以賣唱片 No 不稀奇 Kenny Roger賣雞的才厲害 你們要做我的雞嗎 真是有本事 沒關係 我們覺得 是要有想人啊 智慧來了 好啦 我們不多說了 讓我們回到重點吧 不多說 那麼Kenny Gigi啊 我們很好奇 那你隔了三年以後 再次回到大馬舞台 那你感受又是什麼樣的嗎 我感受是怎樣的啊 因為我看到你那個 那個 就是 希望有一大票的粉絲 就是我來的感受 所以呢 我希望來我的都不要 像你們這樣的單身狗 喔 你希望都是他過來喔 我這邊不是連儀會 我這邊是 演奏會 好啦我們今天 大家都知道要鄉親了 所以 冠軍節一定要去我們的 不要再提 冠軍節 因為不但能夠讓你 找到另一半 還能夠 讓你的 我講座不要連儀 我不是連儀 而且還可以讓你懷孕欸 懷孕我是喜歡的 不是不是 你想到哪啦 我是說讓你的耳朵懷孕嘛 原來是耳朵懷孕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啦 好 好好好 好啦那我們來 謝謝我們的 KennyGG Thank you Thank you KennyG also Dance KennyG Thank you KennyGG 我們今天 八八六十四了 你們八八六十四了 聊一下 我們明天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頻道 我們鎖定你 拜拜 拜拜 歡迎收看八八六十四 我是Rachel 我是Pauline 欸Rachel 你知道嗎 現在馬來西亞有一名歌手 居然以超級佛心價 九塊九來收賣他演唱會的門票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在三年前的時候呢 也是用這個價錢 去參加他的演唱會 那麼今天我們就以他的一首歌 來歡迎他出場吧 我願變成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天使 有請我們的光阿良 大家好我是光阿良 非常開心看到阿良來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也準備了超多問題來訪問他 好那麼首先呢 其實就是我在心裡一個很好奇的問題 很久了 那麼我在三年前呢 就是有參加過你的演唱會 所以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說 為什麼你的這個 演唱會的門票是九塊九 而不是十塊十 或者是陰光棍節的這個十一塊一毛一之類的 因為九塊九比較好算阿 真的嗎 對啊 因為十一塊十一毛的話 我要找回九分錢的話就會有點難 你這樣有道理耶 對啊 我明白了 原來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 欸我們的數學算錯了 你們有發現到嗎 沒有沒有沒有 怎麼說 沒有發現到所以你看就是難算囉 好明白了吧 好很感謝我們的阿良 帶來我們這麼好笑的笑話 不好笑啊我們有講笑話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再問另外一個觀眾很關心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嘛阿良原本的地點更改了 換去了我們的吉隆坡的體育場 所以因為這件事情有帶來什麼不便嗎 沒有啊我們在那裡一起做體育運動 一起運動對吧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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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起運動嗎 就可以唱得更大聲 然後整個音樂就可以更熱鬧對不對 對對對 好 那麼呢在這次的演唱會當中 你打算就是帶什麼驚喜給你的這個粉 我開始學說唱 對對對 先來表現表演一段 表演一段 你們一起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協助你 協助啊 好 來到中國新說唱 大家準備聽我唱 我說check it 你說now check it 非常好 大家給他一個掌聲 對 一個掌聲沒有超多了 好的 如果觀眾還想要再看到更多才藝 這樣就要到現場來看看喔 真的真的 那麼很好奇就是說 呃 既然你就是呃 在11月10號就是辦這個演唱會 來跟你的粉絲一起唱 我也變成 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 天使啊 天使在這裡喔 喔 真的很好奇 飛起來 一 翅膀斷了 掉下來了 好的來 我們剛剛的問題是 喔 喔我剛剛已經忘了 OK 那麼呢我再重複做一次 那麼就是說 呃這一次的話 你既然就是 11月10號就是 跟你的粉絲一起度過這個光棍節 那麼真正日的 光棍什麼棍 光棍節 嗯 光棍幾長 這樣長 喔光棍節就是一個就是一個名字這樣子 喔我沒有聽過啦 可能 對可能是要是要拿來 是要拿來那個棍下那個 孫悟空的棍這樣子 可以長 可以短的那一種 喔其實光棍節就是單身節的意思 對 喔喔喔沒辦法 所以所謂的光棍節就是單身 十一十一嘛 對啊所以大家一起來聽童話 那麼這個童話其實 你知道它有一個梗是什麼嗎 喔是什麼梗 因為其實童話是騙話 因為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啊不可以相信它是童話喔 我相信非常多粉絲都非常喜歡聽你的童話 都把他們當成是初戀對象的 所以我都要騙他們是嗎 這個意思是 啊沒有沒有沒有 我相信粉絲也非常願意被你騙 喔所以我是大老仙 好那麼我們節目已經來到這個尾聲 所以我們再次次下我們的光阿良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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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期待到我一個心目中的偶像 不如我就給你來介紹他給你這個榮幸啦 我也跟你一樣非常開心 首先我們先介紹這位重點嘉賓 大家好 崔石淵南無大 哇很厲害很厲害 他不想跟你握手 我不會韓語 你不會韓語 不用請你在這個國際化的馬來西亞 我們有三種裡面可以熱情的對待你 我們說華文好不好 不要玩韓語 OK沒關系 大家好 可是我有個故意 我告訴你 我教你一句話很容易的 SARANG HEYO 通常你們叫我是叫什麼 就叫歐巴 這個我最討厭的 連在歐巴 我可以就算了你們還叫歐巴 我真幽默 你看我們歐巴 這個不是幽默 這個不是幽默 長得又帥 身材又好 你看皮膚又有黑 等我要給錢 等下外面跟你的製作人收哈 顯然我們娛樂圈最近是多麼的窮 連大偶像也要開始另外找生意 有你才挺窮吧 不不不不 因為他這個最近啊 心理很富裕 所以他是要加強心理上面的這些更多元素 什麼問題要問啊 就我們 好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啊 為什麼你要摸頭髮乾乾 嗯 因為我覺得我頭髮跟你要跟你一樣帥 所以我把他弄嘎一點點 對 我知道非常好 所以我在嘗試當中 我的搭嘎比較沒有 吹屎煙 為什麼我叫吹屎煙 我們不是要問這個問題啊 吹那個屎是賽 吹那個大便出來是嗎 好啦我們先問問題 就要問完問題才可以拿主持費嗎 這個問題是一個人的話 多了你發抖啊 沒有我是想 看得你太帥了 OK問題 這樣我來受訪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次你從問來回來來到馬來西亞 問來 Brunne 對對對 哇發音的非常標準 那個無尊的國家 對對對非常標準 我們就是想請問你為什麼會選擇來馬來西亞 因為你們這裡夠窮啊 喔非常好 你們來多一點我們就會變得更加不遠 不是啊其實是因為我覺得馬來西亞改朝換代之後覺得 WOW fresh Fresh of course 果然是有關心史詩你和毛發 沒有我非常不懂什麼是史詩 這樣我就考一下你了 不用考我 我不是魷魚 不可以給你們考 好好好 沒有關心史詩就不應該考 我是一剛把他也可以考一下的 他還要被考 哎呦 你講我的重點了 對啦 上一次講我的那個人 他現在已經被買在你們電視台外面了 你繼續講他你繼續講 可以先讓我拍完這次飛嗎 沒有這一集應該是你最後一場啊 那麼健康的膚色來到馬來西亞是非常適合我們這裡的氣候 那麼想請問你喜歡馬來西亞 我們一起健康 我們想請問 我們怎樣再待會子我們再溝通 我想請問就是你喜歡馬來西亞的什麼地方 你喜歡我嗎 他是一個人耶 我不喜歡你媽 你媽我沒有看過 太幽默了 我爸 他媽也很漂亮一下我看過 嗯 你跟他媽什麼關係 不好意思 可能你要叫他爸爸了過後 我跟他 我跟他關係比較好 所以見過媽媽很正常嘛 所以見過媽媽很正常嘛 不要是要進水路排先得院啊 你跟他好就跟他媽好咯 我們剛剛問了問題可以問 實在是有點無奈 UNICEF是什麼來的 想要問一下你對UNICEF有什麼看法嗎 UNICEF是什麼來的 好我們相信你從這個UNICEF這個活動回來之後啊 請告訴我UNICEF是什麼 是一個國際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對對對 背不到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從小到大我很喜歡 XXX 我很喜歡玩他們的小下巴 很可愛 好啦好像我們的 我爸有一點透露太多了 那我們的節目今天就暫時到下方囉 我來的節目就是要透露 謝謝大家 謝謝拜拜 下期見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8864 我是主播Rebecca 我是小羅 小羅你有發現到嗎 哇 兩位娘娘都親臨我們的朋友 她有多以為太監嘛 我連住在這裡都可以感受到一陣墻 所以等一下 娘娘到 娘娘到不請安嗎 娘娘 娘娘吉祥 是待會我們再請安齁 因為他們兩位呢真的是非常的重量級 包括我們的太監都非常的有禮貌齁 因為他們兩位呢 他們出演過就是那個延禧公約 風靡全球啦 現在你們太請安的方式錯了 是 來來來我們來的請安方式 來來我們來太監來教你們怎麼請安 進來一條 進來一條 哇真的是非常有神韻耶 跟我在 不會這個GV热播 對 紅片兩岸啊真的是 對 不管是在馬來西亞還有在上海呢 都非常的火紅了 所以呢 我相信很多網友啊還有很多網民 都對你們有很多的那個疑問 因為這個劇的關注度呢是非常的高 有一些熱烈的討論 你們現在是要訪問我們是嗎 是 那訪問前請像他那樣子 給我們請安一下 因為我們在跟你接受你的訪問 真是不好意思啊 請娘娘恕罪啊 對 因為我們兩位都穿裙子了 沒有不用恕罪啊 請安的就不用恕罪了嘛 我相信娘娘都是非常有度量的啦 他們會饒恕我們的OK 所以呢 因為就有做有度量的人才能做大事 設計這麼大的一部戲 對啊 難怪才會大紅大紫呢 對 所以我們這位是武警阿爺 然後這位是蛇屍阿曼 我們歡迎他們 等一下等一下 你錯了 他才是蛇屍阿曼 我不是蛇屍阿曼 哦 原來是這樣子啊 對 但是都沒有 原來是很娘娘 都會吵有氣勢 所以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是被你們氣勢給混淆了 我演戲是不好的 多年 你覺得演戲幾年的人 可以打敗我的氣勢 難道他們兩位不合嗎 對啊 趕快來趕緊問第一道問題啦 好妙 來我們來爆料一下 請問一下 因為你們從第一集 鬥到第七十集啊 西內鬥到戲外呢 哇真的是很誇張 你媽媽沒有禮貌耶 想請問一下 你們是在 就要你們請你們解釋 對啊 一定要跟我們觀眾來解釋一下 來請問一下 你們在第一集 鬥到第七十集嗎 那你們 在劇中裡面的感情 或者是在劇外裡面的感情 是不是 在外面講的一樣 是那麼不合呢 有留言說你們是不合 有留言 現在請問一下 麻煩娘娘們 回答咯 覺得我們不合 是 如果不合我們可以坐在這裡嗎 接受你們的訪問嗎 我們是演員 我覺得我們跟你們比較不合啦 剛才叫你們親安 你們不要親安 哎呦娘娘就是娘娘 果然有那個氣場跟霸氣呢 還有我們搞混的是誰 對呀 人家吉祥 小的認個錯 所以我相信他們是沒有不合啦 對 純粹是節目效果 對 人人認個錯 我們來磕個頭好嗎 待會我們向你磕頭 對 可是呢現在是不可以 因為我們出群 怕什麼 好來 來接下來我們來問第二道問題 就是 欸 你們在真寵啊 在戲裡面 那麼你們兩位之間 跟皇上之間的那些感情戲 對 關係是如何的呢 就是每天飄啊 哦 太監是每天 有參與嗎 太監 我送他們去的 我抬轎子 抬轎子 感覺太監也是挺累的啦 因為我看到在戲中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現在有很多 就是那個很多人還沒有看 我們現在不方便在這個訪問中劇透 是 當然他們都說了不方便在訪問中劇透嘛 那麼還沒有看這部戲演習攻略對不對 對 觀眾們 要去哪裡看 我們說完是在各大的網址上都已經有開始在播放了 去哪裡看 所以你們就趕快的觀看 所以我們謝謝他們的來源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YouTube版本不可以